要怎麼用最低的成本去經營和拍攝YouTube頻道 可以看到桌上非常多的設備 中間經過了什麼事情就一一跟大家分享 這個叫做MePhoto的腳架 那這個腳架我覺得非常推薦給大家 歡迎收看本期客家學生系列 哈囉大家好 我是D能力 今天又是我們的客家學生系列 大家最喜歡的 可是今天比較不一樣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怎麼用最低的成本去經營和拍攝YouTube頻道 可以看到桌上非常多的設備 這就是我一路從一開始經營 從一支手機慢慢買到無線麥克風 這些腳架還有甚至現在錄影在用的相機 還有在iPhoneX10 Pro 還有上面補光燈 中間經過了什麼事情 還有換了這些設備 我的體驗怎麼樣 就一一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呢先跟大家講 今天是完全沒有業配 都是我自己知道要把我買的 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我想要拍這一集 其實是因為我在6月15號 買了這個Sony最新發布的 ZV-1 Mark II的相機 換了相機之後跟手機有什麼差別 先跟大家講一下我們今天影片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就是我這些設備的所有花費 就是大家最在意的 那第二個部分呢會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些拍攝的成本 比如說像去好時多買一些產品 還有可能去吃一些美食 需要自己花錢 這些成本 那第三個部分呢就是講一下我的剪輯成本 就是我一開始學的過程 花了多少時間跟多少錢 還有我現在的剪輯狀況 就分成這三個部分跟大家分享 那一開始桌上的設備呢 我起初只有哪些東西 好目前在桌上呢就是我全部的創始設備 我就跟一般大學生一樣嘛 就是手上有一支 接下來是iPhone 12 mini 那時候就是用這支手機用了一陣子 可是我覺得後面講到那麼多的設備 其實最重要一個點 就是你一定要敢拿起來拍 你買了一堆設備之後 你不拿起來拍 那我覺得那些設備都是白花錢的 別人可能用手機拍的比你好 這支iPhone 12 mini 那時候買的是差不多25000 手機只要拿著拍不好拍嘛 所以那時候就買了一個 這個叫做me photo的腳架 那這個腳架我覺得非常推薦給大家 它非常好用 這是me photo腳架的二代 它跟一代的差別呢 就是它上面沒有這個熱靴冷靴的接口 它就沒辦法接麥克風跟補光燈 所以這個二代它補上這個 而且它腳架的範圍更大更長 所以它佔的更穩 這支差不多是在900塊上下 有興趣可以自己去買一下 所以那時候我就使用了這個me photo的腳架 跟這支iPhone 12 mini 就開啟了我的YouTube頻道 這樣加起來差不多也兩萬 多一點兩萬六嘛 這兩個東西是必須的 那也跟大家講一下 我用這支手機 還有這個腳架拍了多少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進水器的影片 就是我一開始 還有包括麥當勞的APP改版 還有補紋器的影片 香蕉巧克力雙線拍的影片 全部都是拿這支iPhone 跟這個腳架拍出來的 大家朋友是D20 今天為大家實測了一款 VM生影濾水器 我現在幫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濾水器 它直接接字來從這邊通過濾水器 所以大家可以聽一下裡面的收音 不會到太好 可是其實也不差 因為iPhone的收音它叫做全指向的收音 全指向的意思呢 它可以收到全部範圍的 前後左右都收到 環境一吵雜的話 它其實會把全部雜音收進去 所以那時候我用這台手機拍的時候 我的策略是什麼 在室內拍 因為室內可以保持機上安靜 那時候我做的就是把冷氣的風 開到最小 我也不想開電風扇 因為會有風聲 那盡量把窗戶都鎖到最緊 讓它雜音是最小的 所以那時候就用iPhone 再加上這個安靜的室內環境 就拍出了這些影片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博文器影片的話 裡面有一些第二機的畫面 就是我可能在 簽了飽料品的時候 會有另外一個機位 那我那時候是拿這台iPad拍的 那時候iPad是本來就有的 盡量的物進其用嘛 就拿iPad來當著一個拍攝設備 那時候把它架在桌上 那就可以拍兩機的畫面 所以畫面會比較豐富 拍了差不多四支影片之後 我發現 原來會有一兩千個人看我的影片 其實有點嚇到 既然有一些人在看的話 我也想繼續做下去 那我就不如買一個麥克風吧 其實有麥克風那個收音 還是會差蠻多的 看了一些網路上的建議 選擇了這一個 這是Rod的VideoMicro 它是一支非常小隻的指向型麥克風 那它非常簡單 就是也非常小隻 所以基本上它不會佔太大的空間 只要上面這個接口呢 對準我剛才前面講這個Mi Photo的接口 對上去 之後把它轉緊 轉緊之後呢 它就馬上變成一個 指向型麥克風可以用 可是呢 Rod的原廠 它只會附相機的兩環接兩環的線 那就沒辦法接手機 手機的話是需要這個三環 這個麥克風接兩環 所以買一個轉接線 再加一個這個耳機對Lightning的線 接上去 插上手機呢 它就會馬上 變成一個指向型麥克風來用 那跟大家講一下這些東西 花多少錢 這一支 VideoMicro 那時候買差不多2000多塊左右 現在多少錢我不確定 那因為我需要接iPhone嘛 所以買了這個 這個頭 其實有點貴 這個Rod的原廠的話 好像是七八百塊吧 其實我覺得可以不用買到原廠 可是那時候因為考慮 收音的干擾性 還有穩定度的話 我那時候是選擇原廠 那如果想要買副廠的話也是可以 還有再加這個頭 這個頭應該是差不多七百塊吧 差不多3000塊左右了 我就得到這支麥克風 那這支麥克風我用了多久呢 我那時候是從 原文書那部影片開始使用嘛 拍了大而生的一天 就開始往事外走 也拍了研究所推真 還有美食 還有空洞飯影片 所以那時候用這一支 拍了差不多 應該有 兩個月三個月左右 所以也拍了蠻多支影片 很多影片也差不多有十幾萬觀看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呢 我那時候用了這一個組合 使用一段時間我發現一些問題 先講一下它的優點好了 第一個它的優點就是 我在試過來的時候 它不會那麼容易被干擾 因為它叫指向型麥克風 它直接對準它的 麥克風的前向去收音 所以如果後面很吵的話 你只要對準你自己嘴巴 其實它收的蠻清楚的 我在手持 可能拍一些Vlog之類的 一支手臂的距離 它的收音是非常清楚的 可是直到我想要拍一些美食影片 像台中美食 或是台中空洞飯的影片 我發現說它就要 拍得比較廣 所以需要拿著比較遠的畫面 那這時候它距離我的嘴巴就比較遠 所以常常就收到後面那種 很吵雜的聲音 可以去看一下空洞飯影片 空洞飯影片其實就蠻吵的 我們現在點了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它的肉燥飯 北部叫滷肉飯 那這個是三層肉的 它們叫做滷肉飯 它們其實有腳褲啊三層肉 它們有三種肉吧 那你可以跟它說你要哪種部位 我那時候就在考慮說 要不要買一個無線的麥克風 想一想 我就買了一個 RODE的一對一的麥克風 那叫Wireless Go 一對一的小小正方形 它一樣是接在上面 只有一個鼻子在身上 而且也很感謝那時候 我們頻道很常出現的嘛 Tony哥還有Ruzen 他們那時候資助了一些經費 幾千塊錢 不然那時候其實我一直考慮 到底不要買 結果他們推我一把 所以我就直接買那個麥克風 因為那時候需要拍些美食的影片嘛 有時候晚上拍嘛 畫面比較暗 所以我就拿這個 iPhone的補光燈拍 可是補光燈其實燈很屎 它有點屎亮 結果那時候就買了一個 幽蘭子的方形的補光燈 就是現在 那支iPhone14 Pro上面裝的那個方形 那個我覺得非常好用 那個才兩三百塊 因為它充飽店可以用的 超級久 那支非常推進給大家 無線麥克風差不多六七千塊 再加那個燈兩三百塊 所以我就有得到另一個組合 那我在拍攝美食的時候 拍攝特寫的時候 就可以更清楚了 就算手機拿遠的話 它的收音品質會比較好 開始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 帶我們非洲同學一起逛好十多的影片 My new friend to eat Taiwan's Casco food 麵包 對 外面是麵包 Inside is cheese and chicken or beef 大家可以聽一下那個收音 喔真的好很多 一直到彰化美食 彰化美食給大家聽一下 跟以前美食差很多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在 重路 成功路上的 延伸仙草 月秉冰加很多 好綿密喔 那拍那些影片之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彰化美食那一部 因為它是一對一的麥克風 它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那時候三個人拍 我只有一個麥克風 所以我每次吃東西的時候 手拿著麥克風 大家講話只要遞過去 遞過去 所以變成我只有一隻手可以吃東西 哭大呼叫聲 遇到這些問題之後呢 我就想說要不要買一個 一對一的麥克風 可是那時候因為 看一下一對一麥克風 其實挺貴的 所以那時候還想說再緩一緩 那除了這個 無線麥克風 那時候還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有時候拍攝 因為我是只有這隻iPhone 12 mini 所以拍攝的時候 我可能需要用到手機 可能我 我拍了麥當勞APP 我如果只有一隻手機拍攝 我沒有手機使用的話 其實沒辦法這樣拍 你知道嗎 所以那時候 然後一欄決然想一下 買一隻手機來用 所以那時候就選擇買了這隻 iPhone SE 這隻iPhone SE三代 那時候我也是買二手的 差不多九千多塊而已 所以其實非常便宜 因為它其實攝影也是夠用的 因為平常使用的話 它晶片也是不錯的 續航力也是不錯的 所以這隻手機很便宜 其實很推薦給大家買 平常如果手機沒有重度使用者 像我們也在玩遊戲嘛 所以這隻是非常夠用 當作我的主要手機使用 那主要拍攝的話 就是用這隻iPhone 12 mini 所以我就使用了兩個機位來拍攝 大家可以看一下機車那一集 跟劉真一起拍的 打到女性四肯的胃口 對 沒錯 然後我覺得它的舒適性 是比另外兩種車款要再高一點 雖然它加速的後座力比較強 可是因為它是使用馬達嘛 它沒有油門沒有引擎 所以你在停銅燈的時候 它其實不會去震動 一台iPhone 7E 再加一台iPhone SE 架著 那就有兩個機位 可以拍到比較豐富的畫面 那我剛才前面有講到吧 如果找人拍的話 是麥克風地來地去很麻煩 而且那時候有接一些業配 所以有賺到一些小錢 原本要買這個 DJI的麥克 這是一對二的無線麥克風 結果那時候我回高雄的時候 那時候我哥很開心 他說他想要買麥克風 結果去的時候他順便幫我買一組 他說給他送我一組 所以我就等於不用花錢 就得到這一支 我現在目前正在用的這個 DJI麥克 一對二的麥克風 那後來我就把我那個 Rod的一對一麥克風給賣掉了 那這個DJI 它定價是一萬零五百吧 蠻貴的 可是老實說它超級好用 想買的可以賣 因為它不管是收音啊 還是它一些操作都非常的清楚 而且好用 對了我忘記講 我用一對一麥克風拍了幾部影片 從好斯多那一集一直拍 一直拍到九面那一集 拍了十幾 快二十部影片 都是用一對一的無線麥克風 就可以拍到 預算比較低的 可以賣一對一無線麥克風 那只到九面那一集 跟DJI一起拍的 就用到這個一對二麥克風 大家可以聽一下 收音品質明顯好很多 馬上把它拌一拌 其實還不錯吃 這個炸醬麵嚼起來 就是很 真的是很黑啦 很像韓國那種 道地的炸醬麵顏色 沒錯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 不用麥克風掉進去 不會呼大五小聲 那當然它花比較多錢 那時候檔案越來越多 所以後來呢 又買了一個這個 WD的硬碟 這個4TB 花了兩三千塊吧 但是那時候因為 東西儲存比較多嘛 所以我那時候做法呢 就是把已經剪完的影片 上傳好的影片 先把它丟到這個硬碟裡面 剩下需要剪輯影片 再留到電腦的SSD就好 這樣子一直拍 拍到九面那一部影片呢 大家可以看到那一部影片 其實也有用兩個機位 主機位就是iPhone12 那副機位呢 就是用iPhone11去拍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iPhone11 它是這樣側邊 有時候會跑進來拍 第二機位的話 它其實需要特寫才可以 12碼 跟 11 它都只有一倍鏡頭 所以如果放在 第二個視角拍的話 它其實就只是一個 側邊的畫面而已 也沒有辦法給觀眾 呈現這麼好的畫面 經過一些思考之後 一直拍到最近的 這個館長的騷漏便當 我們才使用到了 我現在購買的這台 iPhone14 Pro 那為什麼買iPhone14 Pro 大家一定覺得這很貴 這台差不多三萬了 那時候因為我講嘛 iPhone11呢 它的側面 機位它只有一倍鏡頭 所以它沒辦法特寫 像現在的 我在講話的畫面 或者是桌面的一些畫面 買相機又太貴 所以就是買了一台 iPhone14 Pro 它有二倍鏡三倍鏡 做一個特寫的錄影 所以我可以說 這個iPhone14 Pro 它算三萬多塊 很貴 可是我覺得它其實很值得 因為你一般的 你如果要買到 有特寫鏡頭的相機 其實很貴 要六七萬 iPhone14 Pro 它日常可以用 而且又可以當一個 特寫鏡頭來用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有預算的話 最好的選擇 就是一台手機 搭配一台iPhone14 Pro 我覺得現在最好搭配 可能是13 mini 當主機位 iPhone14 Pro 當副機位 它就是一個特寫鏡頭 一個人拿著 那iPhone13 mini的話 就是架著 那再搭配一個 Rod的一對一麥克風 那就可以達到一個 最省錢的 用了那麼多設備 就到我們今天的這個主角 Sony的ZV-1 Mark II 就是我們現在在拍攝的 這支相機 這支相機呢 我包括了他們的這個 Sony腳架 這個三千多塊 超級貴 加起來再加一顆電池 差不多兩萬八千九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就是Sony ZV-1 Mark II的畫面 可以看一下畫面好不好 那我覺得 買相機有沒有那麼重要 其實我覺得 真的還好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就是 三萬塊以下的相機 它能呈現的畫面 就是這麼樣子 它當然它的景深 會比手機還好 感光可能也比手機好一些 可是真的跟手機 有很大的差距嗎 其實沒有 反而是手機拿起來拍 是最方便的 所以其實我買了 這台Sony的相機之後 我覺得 沒有說它不好用 我會覺得說拿手機拍 其實會更方便 沒有到必須 對沒有到必須 當然畫面可能有一些些 小小的提升 可是包括它的曝光啊 還有它的光圈啊 它的動態範圍 我覺得是沒有iPhone的好 iPhone在遇到過曝的地方的時候 比如說你拍太陽 它是用調整聲 可以接受的亮度 那如果拿了DV One Mark II拍的話 它其實常常會過曝 總結下來呢 我覺得沒有很必要買 就是我剛才前面講的 最基本的配備 一台iPhone當主機位 也不用太好 13mini就可以了 我們有兩台相機嘛 兩台手機 所以需要兩個補光燈 所以後來又買了一個這個 這個補光燈也幾百塊錢而已 詳細價錢跟型號 我放在資訊欄 這個補光燈非常亮 它超級亮 應該可以調色溫 可以用很久 而且很亮 我覺得這台不錯用 這個可以買 所以目前的作用就是我使用到的全部設備 還有包括這台腳架 相機跟手機跟補光燈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設備的總結 那第二個就是影片拍攝成本 影片成本的話 我剛才前面講到 像好事多的東西 我的策略就是 以生活化的題材去拍 比如說我好事多本來就是買那些日常用品 咖啡啊 木乳洗髮精 這些都是日常用品 所以這些產品我買壞 我也不怕說我不會用到 或是怕浪費錢 盡量就是從我生活用品 生活日常去想一些題材 降低我們影片拍攝的花費 東西不要吃太多 像我們美食如果要拍的話 可能有七千 我們如果把它花兩天來拍的話 就等於我們三餐就把它吃完 所以不會另外再花錢吃飯 也不用點太多東西 那第三個部分呢就是剪輯 其實剪輯我真的學了很久 我學了應該有兩個月左右 我就是自己慢慢摸索 那當然我一開始是有看 阿滴的剪輯教學影片 我覺得它教的蠻不錯的 可是比較偏基礎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一些比較強的剪輯功能的話 可能要去到網路上自己摸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先學一些Premiere的剪輯 基礎的剪輯之後 我才去網路上找一些更深入的剪輯 慢慢的摸索這些剪輯的技巧 還有剪輯的節奏 我覺得剪輯的節奏是最重要的 大家可以多去練習幾部影片 一開始前期呢我覺得大家一定要自己剪 最省錢 因為其實現在外面外報一部影片的話 從3000到1萬都有 看那個剪輯師的功力在哪裡 後來發現其實我一個月真的 剪三支影片真的是緊繃啊 沒辦法再多了 考慮到我想讓我的訂閱數 還有我的影片數量再快速提升一下 很榮幸的邀請到我們的第一能力 就當作一個我們的小助手這樣子 也是一開始 從零到會剪成一部影片 大概花了多久 兩個月 就兩個月我從零就開始教他剪輯啊拍攝啊 讓他可以自己單獨剪出一支影片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盡量自己剪 那如果真的負擔不起的話 就是給低能力剪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三個部分 最後跟大家總結一下 如果真的想拍YouTube的同學 我覺得最基本最基本的就是什麼 就是一支手機 就是真的是這個 這個麥克風也不用 就是一支手機就好 一支手機加一個腳架 你甚至不要腳架 你手拿著就可以拍了 很多人其實手拿著就可以拍了 所以其實真的真心就是看你想不想 拿起來拍 有些人講很久喔 真的不拍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個熱誠的心 拍完了哪裡不好 再修正 慢慢去剪 慢慢進步 你的進步其實大家觀眾會跟著一起看到 那當然你的題材也要有一些創新 大家才會想看 那前面還要講到這個 SENSON的這個T7的固態硬碟 這個也是很重要 這個是現在我跟低能力剪輯的話 我們都是用這個固態硬碟去傳 如果想拍的人不用花太多錢 真的不需要 就是因為我們用最低的成本 盡量能省就能省 好我是D能力 這期客家學生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個客家系列 幫我訂閱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坐下